别犯糊涂,低估的这几种人性,小人会缠上你,江湖就是一个修罗厂,你不伤害别人,但你无法阻止别人伤害你,所谓人无伤虎翼,虎有害人心,你并没有触怒老虎的想法和行为,可老虎非要来吃掉你。 那你能怎么办呢?为人处事之道就两个方面,首先保身之道,其次,左右逢源之道,保身是根本没有安全的处境,就没有发展的机会,左右逢源是城市的基础,不说左右逢源,就说保身二字容易做到吗?不太容易,保全自己需要当事人具备多种手段和本事。 并非一般人可以做到,当然了,一切都是在人为,每个人,一辈子都在学习如何为人处事,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收获,别犯糊涂,低估了这几种人性,小人会缠上你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枪打出头鸟,是人情社会的潜规则,从古至今,枪打出头鸟的情况层出不穷,谁鹤里鸡群了? 如果他没有权势,精英的庇护,那他很快就会被群而公之,跌落到底层,别人鹤里鸡群,那是别人的本事,为什么他会被枪打出头鸟呢? 因为优秀,美好的他,会成为别人的眼中钉,和肉中刺,举个例子,在职场中,你的业绩特别突出,相信你的同事就会厌恶你,甚至还会排斥你,孤立你,让你成为孤家寡人。 你的业绩突出,不符合圈子的潜规则,别人希望你赚钱,但不希望你赚得比他们多,这就是典型的见不得人好。 枪打出头鸟的本质,其实就是见不得人好,一个人见不得人好,不会枪打出头鸟。 一群人见不得人好,就会造成枪打出头鸟的现象,人在江湖,可以突出,但不能太突出。 有可能,你的突出,在别人的眼中,就是必须要除掉的威胁,越是好听的甜言蜜语,越会害人。 古人有言,君子之浇淡如水,小人之浇干弱理。 跟君子相处,我们会感受到水流的平淡,以及关系的细水长流,跟小人相处,就跟吃了甜酒一样,让人觉得特别腻,不够正常。 小人跟君子最大的不同,就在于,君子不会说阿谀奉承的假话,而小人喜欢说蛊惑人心的甜言蜜语,讨别人的欢心,这些让人喜悦的甜言蜜语,到底好不好呢?答案是否定的,甜言蜜语。 除了蛊惑人心,让人飘飘然,就没有任何的好处了,在你成功的时候,小人会奉承你,说你很有本事,简直就是天上有,地下无,如果你相信了,那你十有八九,就会变得不可一世,失去了自知之明,走了下坡路,不要相信小人的甜言蜜语,也不要听任何阿谀奉承的言论,这都是假的。 要知道,忠言,始终是逆耳的,良药,终究是苦口的,涉及到金钱利益,关系再好也会反目,太史公有言,天下兮兮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皆为利亡。 天下之人兮兮攘攘,不过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罢了。 不然,古人也不会有人为财死,鸟为失亡,人不为己,天诛地灭的说法,父母和孩子之间,会因为金钱利益而炒得不可开交,有可能连亲情都无法维系,亲子关系就此破裂,丈夫和妻子之间,会因为金钱利益而同床异梦,你有你的小算盘,我有我的小算盘,夫妻关系直接名存失亡,亲兄弟姐妹之间,会亲兄弟,名算账,什么兄弟, 兄弟姐妹之情,在金钱利益面前,统统都不值一提,为了家产而反目,就是最典型的情况,人性始终是贪图利益的,由于贪念会无限度膨胀。 所以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不会越来越简单,只会越来越复杂,复杂的根源,就在于利益的冲突和争夺,笑里藏刀的笑面虎,不得不防,有一种人,表面上笑嘻嘻的,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,实际上心狠手辣,做事唯利是图,这样的人,就是江湖中的笑面虎,有一个词,叫做反差, 这人表面上有多和蔼,背地里就有多狠辣,这人前人后的反差,其实是一个反过来的极端,在职场中,这人笑着对待你,你会怎么想,就一句话,无视线殷勤,飞奸即到,职场就是一个修罗场。 你笑着对我,肯定是别有图谋,有些人图谋的是你的职位,有些人图谋的是你的功劳,有些人图谋的是针对你,套路你,让你吃大亏,反正,什么样的人都有,所谓识人生九品,品品不同人。 只要是人,就会有自己的目的和图谋,千万不要高估了人心,也不要低估了人性,正如白夜行中所描述的一样,这世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,一样是太阳,另一样是人心,做人一忍再忍,别人只会一逼再逼,有一位名人说过,小人的猖狂,其实都是好人惯出来的。 好人,之所以会惯出来猖狂的小人,就是因为好人过分退让,不是这里吃哑巴亏,就是那里不敢反击,激发了小人的咄咄逼人之心。 你想想,绵羊毫无攻击力,不才惹的狼群,老虎的垂涎三尺吗? 说到底,狼吃羊,本质不是狼太坏,而是羊缺乏一定的反击能力,狼坏不坏,这是羊无法改变的。 羊所要做的,就是及时反击,至少要有伤害狼群的能力,否则,羊群只会代代成为狼群的盘中餐,人也是如此,你过分退让,小人就会把你当成孙子来看待,软弱的性格,只会招惹来性情凶恶的小人。 人性,始终是欺软怕硬的,做人,可以适度忍让,但不能过分忍让,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,才是最好的处事原则,向上不露穷,向下不炫富。 在这个世界上,肯定有比你强大的人,也肯定有比你弱小的人,跟不同的人相处,要有不同的处事方式,跟强者相处,如果你表现得过分弱小,那别人就会认为你好无价值,而选择践踏你,把你当成软柿子来拿捏,跟弱者相处,如果你表现得过分强大,那别人就会认为你为父不仁,或者想欺负他们,那他们就会仇视你。 跟你对啊干,如何才能改变这一局面呢?就一句话,向上不露穷,向下不炫富,在强者面前,不要装穷,没这个必要,在弱者面前,不要炫富,以免被人无缘无故针对,强者,比较看重你的价值,有价值就尊重你,没价值就欺负你,弱者,见不得人好,希望别人也倒霉,贫穷,那在他们面前装穷,就是最好的选择, 人在江湖,必然要做到剑菜下饭,此乃千古不变的应对之道,要么不做,要么做绝。 唐赵元一奉天路记载,光盛临死而言曰,传与后人,第一莫做。 第二莫休,唐朝中期,有一将领名为张光盛,出于某些动机,就跟珠子一起叛变,后来,珠子战败,张光盛就杀了珠子,向前来招讨的李盛投降,李盛承诺,你张光盛投降后,就既往不救,张光盛相信了,双手献上了一切,谁知道,李盛反悔了,立马派人抓住张光盛,要杀了他,在张光盛临行前。 他跟身边人说,你们要告诉后人,做事,要么不做,要么做绝,千万不能半途而废,不然会落得我今日的下场,这,就是一不做二不休这个成语的由来,做事,既不能富人之人,也不能半途而废,唯有雷霆手段,果决而有坚韧,才能笑到最后,遇到小人,坚韧,要么不跟他们争斗,一旦争斗,就要让他们永无翻身之日。 不然,会有后续的麻烦,低估了这几种人性,我们很容易陷入困境,甚至遭到小人的纠缠,极度心的暗涌,亲近关系的暗交,软弱之地的陷阱,以及金钱利益的迷雾,这些都是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容易低估的人性。 因此,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和清醒的头脑,不要犯糊涂,学会欣赏他人的成功,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独立性。 展示自己的力量和立场,以及保护自己的利益,这些都是我们在人际交往中需要掌握的重要技巧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远离小人的纠缠,建立起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